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26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胡佑娘娘 最近关于国产航母即将海事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作为世界上公认的建造时间最短的航空母舰 国产航母所用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不到 我们都知道 现在造船造舰为了缩短工期 每个分段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建造 最后才完成合笼 整艘航母的建造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接而成 由于航母的总段十分巨大 特别考验船厂的起重运输能力 尤其是从车间到分段堆厂的距离 虽然不会很远 但想移动重达成百上千吨的分段 哪怕是几厘米都很困难 这时就需要一个真正看成重量级的物件大先身手了 这就是自行式液压平板车 这种车说白了就跟咱们小时候玩的儿童积木一样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自由组合 有四轴和六轴 一个轴标准在中时30吨以上 四轴的120吨 六轴的180吨 也可以并排进行组合 不仅仅是用来搬运航母分段 这个大物件还可以用于运输超大型的机器设备 比如飞机潜艇 还有重大大的异性结构 超级大的制造业 石油 化工 海洋 桥梁建造 也都必须需要它 2009年修建投资100亿的港珠澳大桥上 就破天荒的一共使用了1152个自行式液压平板车车轮 每个轮子载重达到30吨以上 整车载重超过5万吨 而且这里面包含的可是目前最尖端的科技 车由电子计算机操纵 通过传递器 能反映每一个瞬间汽车中心移动和道路的特点 每组轮子都有独立的液压系统来控制轮子的高低 这样在遇到崎岖不平的路面时 也能保证整个运载平台的平稳 而这一切又是控制平台的功劳 它必须收集路面信心的反馈 及时调整轮子的液压装置来适应地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物资运输这件活动了 一直以来物资运输就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远古时期 伴随着商品交易和集市的出现 人们就已经开始采用撬棒或滚木拖行的方式来运送货物 比如胡夫金字塔 塔身重约600万吨 由230万块石头砌成 每块石头平均重2.5吨 有的重达几十吨 如果用60吨 重载火车运输金字塔石料 大约要用10万节车皮 在当时原始落后的条件下 金字塔石料的运输建造方式也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公元前1500年 两轮战车已经成为古埃及主要的战车工具 在生活中 轮式车辆也用于日常货物运输 极大的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 轮式车辆也随着各国之间 经济往来和贸易交易 逐步扩散到欧亚大陆 1896年 德国戴姆勒公司首先投产了载货1.5吨的四轮货车 但是由于早期轮式汽车负载能力有限 铁路列车一直是陆地载重货运的主要设备 二战时期 各国开始大量研制的载重平板车 来支撑战场运输的需要 美国研制成功了M26和M26A1型龙式坦克拖车 采用5轴18轮结构 同轴链条传动 具有40吨的载重能力 德国研制的半履带石拖车 和6轴12轮的牵引式平板车 载重达60至70吨 战后各国也在大量的研制载重平板车 1963年 德国戈德浩夫开发的四轴线液压平板车握块 拼接成8轴后载重达160吨以上 80年代初期 自行式模块画液压平板车开始兴起 欧洲作为自行式液压平板车的发源地 主要厂商德国索爱勒 法国尼古拉斯 意大利科米托等等 也长期垄断国际市场 我国企业从2000年之后起步研制此物 2006年12月 首台2500吨级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平板车 在苏州大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研制成功 随着中国造船 核电 风电 高速铁路 化工冶金等行业快速发展 中国制造也开始风靡全球 曾经有个美国家庭宣称要抵制中国制造 一年都没有使用中国造的各种产品 生活一团糟 他最终感慨到 如果没有中国产品 美国人还能否活下去 我们找到了这档节目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 米粉防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 中国制造 前往了解 尤其是近几年来 中国企业在模块画液压平板车领域发展迅猛 出现众多厂商 主要包括苏州大方 航天万山 武汉天节 上海泰腾 目前全球的年产量约近千台 产值数亿美元 中国制造也在不断地挑战人类的想象 突破自己的极限 最后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战争手游 作为福利 游戏视觉效果出自 平衡性极佳 操作手感优秀 游戏根据史实 复刻还原了六大系列坦克 更会多样地形 力求还原真实战场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令人惊叹的真实坦克大战 在游戏中体验令人惊叹的真实坦克大战